那现在呢在乌克兰是不是上演了他们的 乌克兰版的捍卫战士呢 来张上军显然在这个部分我们说开战已经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至今近南乌军可以对俄军进行超过1100次的空袭 差不多因为他这样子我们每天在估算 在仲将那个节目有讲他大概每一天大概死到20架次 那开战到现在为止100天因为前面他没有 前面的时候刚开始2月20号 这个俄罗斯侵入的时候他还没有 没有起飞后来都陆续起飞了 我认为他不仅是捍卫战士可能是克难战士 他非常克难的我们光看这个飞机很清楚 这飞机是打满了补丁 你看跟我们穿的衣服如果破破烂烂的打补丁 你看他这个这个是垂直尾刺 打补丁这全部是补丁 这个都是弹痕 他曾经被炸过你看他把它修起来 把它补起来他已经没有办法换这个 这个这个是这个方向舵方向舵也打补丁 你看那个被打成这样还可以继续飞 他打补丁起来 你看拿那个可能我们叫做这个飞机 我们叫做蒙皮 蒙皮 蒙皮的打补丁 打补丁的话密度要非常高 因为你在空中的时候 飞行的速度非常的快 如果你没有用好路可能会飞掉 你补丁毕竟不是那种我们讲制式的装备 他跟他不合你看吗 这个弹痕累累的都去打这些 我们可以看从这一张图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你看这个是克难飞机 然后这个是米格29 那这样补丁在飞行上会不会有风险 也就是在飞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就 就撕利破碎去了 这个东西你不能飞非常大的速度 如果非常大的速度可能会解体 会解体 翅膀不见了 或者我们讲的锤子唯一不见了 或水平唯一不见了 一不见之后飞机整个乱点 它变成弃旋 然后变成进入螺旋 这样的飞行其实是有风险的 风险是蛮高的 而且它气动力减重 飞机可能不是一直直飞 它可能侧飞 因为左右的空气动力没平衡 所以它这个算蛮英勇的 我看到它的人 飞行员上去的时候 飞行员的这个装备 它飞行员的装备是齐备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米格29 这完好状态 它现在 现在这另外一架的 这个米格29 你看它这个 飞行员上去了 我看到飞行员的着装 还有它的头盔 还有它的飞行衣 还有它的抗击 抗击裤 都是这个装备是自制的 跟前面我们所看到的 它飞的苏凯25 不一样 那是客难飞行员在飞 那这个是 这个全装的飞行员在飞 这个是OK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现在 打到目前这个状况 每一天 还有十几架次可以出击 也就是说 轰炸俄军 乌军他们的战机 没有俄军来的先进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还可以保持空优 没有完全被这个俄军所掌控 这很不容易 还能发挥局部的制风能力 这怎么办到 然后一定要出击 去轰炸俄军的军队 这样子的话 对乌克兰军队的士气会大增 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有空中的火力支援 你看 它现在飞到战场去 对俄罗斯军队去轰炸 你看它现在他们挂了5G 这火箭 它还有挂了短程的空中空飞弹 最偏偏的是短程空中飞弹 你看它出击 你看现在 这个是最近的影片 为什么 因为现在已经是夏天了 一片绿绿的了 春暖花开 快接近 已经快接近夏天了 已经是夏天了 这是最新的影片 不是那种以前冰天雪地 是最新的 它还有挂这个飞弹 如果在紧急状况的时候 它可能还要去格斗 因为米格29 它虽然是千奇机 但是它一样可以挂 对地轰炸 对地打击 做密接支援的任务 它现在可以做密接支援 因为它现在急需要的 就是要对俄罗斯的打击 因为在本顿列刺客 现在帐篷那么紧急 如果那个西方国家 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最好的武器还没有过来 远程的武器还没有过来 要赶快派战 这千奇机赶快 而且不要对空模式 挂对地模式 你看它打的是火箭就出去了 密集它连发 你可以注意它一直连发 一直出去打 你看一直要连射 就赶快对重要的据点 重要的俄军的军事的目标 或者是它的补击战 重要去做轰炸 俄军的空军可以保存的这么好 真不容易 因为一开始俄军就说 不是把这个乌国的空军给打爆了 掌握了空忧了 就现在看起来保存的好好的 还有一些 对它现在就是说 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把机场摧毁了 可能还有一些部分的苏凯战机 还有这个我们讲米格29跟米格31 它躲在机库里面 这个你炸不到 你炸机库 那机库很厚的 你炸到土 你没办法穿下去 它可能还有这些 但是可能有一部分 它在炸那个跑道 炸这个滑行道 重要的设施的时候 它的弹片把它破坏 你看这弹片把它炸到了 所以才会有那一张客难的 这个打满补丁的这一张 这很清楚 这一张既然能够飞 这个也算是个奇迹 上面弹痕累累 你看它白的 白花花的都是弹痕 把它补起来 你也不补不可以 你不补的话 那整个空气东西没办法平衡 而且他们的空军不只保存 还可以对应上 现在最新的电影捍卫战士 拍一个这么漂亮的 乌克兰版的捍卫战士 这个影片拍得这么的精彩 我认为最主要是个意志力 我们捍卫战士我们都看过 D12D129都看过 很重要就是训练 你看它在山谷里面穿山沟那个动作 那反应要很快 因为山谷它不是直的 一下那个山凹山沟山沟 还有一个上上下下 还有垂直拉伸 然后战术攻击 然后立刻脱离 脱离之后要9个基带前 人那个都灰掉 你看那个人那个状况都不一样 他在这个地方 捍卫战士还好 他是在平常的训练 这个是要进入敌境 那个下面的地对空空的飞弹 对他们虎视眈眈 那很危险 他还什么时候要丢火焰弹 什么时候丢那个铝箔干扰师 太多动作了 要不然还被追 还要超低空 你看刚才是超低空 还要什么时候要去打火箭 他孤立到非常多 如果孤立到少一项就被击落 你看他现在打火箭抛过去 这个换卫战士要靠火力命迹 在西方的重武器 长城武器还有精准武器 没有到位的时候 他的这个乌克兰的空军 都要能够有最大最多的架持 要赶快出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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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